吉打州一党敦促联邦政府成立大马皇家调查委员会 调查120万入境后无出境记录的中国人 一党吉打州主席阿默耶哈亚指出 根据内政部最近在下议院的答复 移民局记录显示 2018年至2021年间 120万中国人入境我国后没有出境记录 根据一党喉舌哈拉卡报道 他说这个状况令人担忧 而2018年国家总机查司报告还显示 中印两国十万余名游客无出境记录 约占两国入境游客总数的95% 他建议成立大马皇家调查委员会 以确保公开和独立的调查 这包括检视电子旅游 免签登记系统和落地签证VOA的弱点 他补充 有关调查也应该调查 整个入境大马程序 是否存有贪污和不当的犯罪行为 失踪游客的问题每年都在持续 除了伪造旅行证件和大马卡集团 无形中也造成涉及非法移民的罪案增加 他举例 兵城国民登记局于2019年逮捕一名涉及伪造证件的官员 接着一名中国商人承认以40万令吉购买大马卡 同时执法单位也在赛城逮捕600位 涉及在我国进行诈骗活动的中国人 他说 更令人担忧的是 这群人获得假大马卡享有公民权利 甚至在全国大选中有投票权 因此 解决这个问题的积极措施 需要联邦政府的强烈政治决心 以上这些都是这几年发生且有连带关系的问题 因此 希望成立大马皇家调查委员会 来调查和解开所有谜题是非常重要考虑的举措 针对宗教部长伊德利斯发表我国 不应举办日本彭舞节及啤酒节的言论 国家团结部副部长袁怀少认为 伊德利斯发表的言论并没有错 他是今日在国会下议院回答行动党林冠英的附加提问时 这么说 林冠英是询问团结部 如何看待伊德利斯有关啤酒节及彭舞节的言论 以及是否认为有关言论应被视为干预非回教徒的文化 袁怀少说 伊德利斯作为一名回教徒及维护回教权威的部长 其所发表的言论并没有不妥 虽然这问题是涉及掌管宗教事务的部长 但我可以回教徒的身份回答 国家原则中的培养德性原则涵盖了文化及宗教的不同意见 例如部署于我们原有文化的彭舞节及啤酒节 如果出现不同意见 而部长伊德利斯也表达了他的看法 我认为我们应尊重彼此的意见 他指出 政府也没有采用法令 来限制任何一方实践他们的文化 伊德利斯在上周指出 我国不应举办十月啤酒节 并认为各方应尊重国内 以官方宗教回教作为基础的法令 前首相马哈迪否认 在他担任首相期间儿子 成了百万富翁的言论 并要求前总检察长 丹斯里·阿班迪出示证据 否则法庭上见 马哈迪说 事实上 他的儿子们都不被允许与政府经商 或加入政府政党 如果我儿子真的是百万富翁 请出示证据他们在什么时候成了富豪 及他们所拥有的百万财富 如果没有证据 就是诽谤 我有权采取法律行动 马哈迪今天在脸书贴文中 一一回应了阿班迪 向他提出的四个问题 最后一道问题是 哪个首相的孩子成为了这个世界上的百万富翁 至于为何在马哈迪年代 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 受指示回复苏陆苏丹后裔的索取沙巴的罕见 马哈迪指出 苏陆苏丹后裔是在马来西亚政府 据说苏陆人清洗拿赌而停止每年的付款后 才向马来西亚政府索赔 他说苏陆苏丹后裔是在纳吉领导国阵政府时索赔 国阵没有采取行动否决西班牙法庭的司法权或支付已停止的付款 他只没有证据显示纳吉的有关行动获得时任总检察长或内阁的同意 纳吉没有根据行政程序来行事 关于政府为何针对他阿班迪的解雇达成和解 马哈迪说 阿班迪被革除是因为认定纳吉在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事件中没有犯错 实际上 全世界和美国司法部公开指MO1 也就是纳吉 偷了1MTB的钱 当新任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受委后 他发现纳吉有犯错 所以纳吉才被控上法庭 法庭将纳吉定罪后 显示阿班迪疏忽或蓄意不将纳吉控上法庭 阿班迪没有遵守法则 不是宜担任总检察长 政府有权革除明显犯错的官员 而且也有官员因此被革职 针对阿班迪问 为何政府在海牙法庭审判白礁岛主权问题的两周前撤案 马哈迪说 这决定是因为政府与国际法院及新加坡的协议是所有法院的判决 将获得双方的接受 马来西亚 印尼和国际法院在西巴丹和利吉丹岛主权之争上 也有同样的协议 他说 如果马来西亚反悔大马与新加坡的上述协议 那么印尼也可以不遵守协议 他指主权国家达成的国际协议 必须履行 否则 没有任何一方会相信马来西亚会遵守与其他国家的协议 马来西亚将失去信誉 何况马来西亚已获得中岩礁 它可以被赎回 直到它变成一个像拉秧拉秧岛一样的大岛 措施于柔佛政府官员跟英国说 白礁岛不属于柔佛 新的实情 若有 应在向国际法院陈情指白交道属于马来西亚史 提呈给国际法院